爆粉红短裙张若云大学校园积闻离谢 张若云不会难拼那些年 到底都在演啥 抗日先锋 打鬼子能手 忠犬军阀 龟毛法医 高贵鸟人 男生直视 甚至还有玉米机光电仙子 这谁这是 哎呀 你咋还光了电干活呢 这次他智商超确硬情商为零 还有环剑 是个天才 从小到大只考了一名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考过一次第二 小贱贱的脑壳容量巨大 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哪一个吗 珠穆朗马峰8848米 可是第二 乔葛李峰8611米 第三 甘城张家峰8586 第四 骆子峰8516米 第五高阪 对不起 我要上趟厕所 啊 啊 小贱姐最近在申请 美国麻省理工物理学教授的招禄名额 啥都准备好了 我跟你 只差一个社团活动的距离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人也在申请 须子聪 富二代 富黑凹娇万人迷 须子聪虽然在长期上不容易 但是在师生关系男女关系男男关系上都远远高于你 大嘴你说曼蹄烧关系 男男关系 蛇说 小匆匆小贱贱是死对头 小匆匆姐机 小贱贱拆台 白痴吗 这个事 大嘴老师让他注意同学爱 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不是因为你不是白痴 是因为我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你白痴 What the fuck 但同时他俩又是室友 炒完了还得回一间房 小贱贱吃榴莲 小匆匆忍不了一点 你能别把榴莲放在冰箱里吗 第二张是属于我了 但是它的味道传到了其他象限 粒子三发力管得着吗 你自己放皮会自己吸回呢吗 这个冰箱可是我花钱买的 就你有钱 瞧瞧瞧瞧 你不止气也撞 当小匆匆在学术研讨会上小庄一下 你的老师是 毕业后我就要去MIT 导师是Professor 这个教授很挑学生的呀 今年只售一个 扮成复生混质过格的小贱贱立刻出现 他还甚至成了English版 According the computer simu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laxy mass and the huge black hole can be explained 这里的复生 都这么厉害啊 还在读书吗 我毕业之后要去MIT 导师是Barton Sweeper 他很挑学生的 今年只售一个 面对挑衅 小匆匆爆发了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争 啊不是 你俩这设定赛近江可是要在一起的 小津津拼命想混社团活动分 但根本没有社团收他 有他自己的原因 派种怎么都不是风雅刚派的了 也有小匆匆的暗中注目 在被所有社团拒绝后 小津津见见走偏锋 盯上了吴嘉丽老师创办的书院社 书院 在以前是给大家闺秀的特别称谓 他们举止端庄 谈吐高雅 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啊 快进来坐下 昏京大学取材的记者 见面经过男厕所 有没有喜欢上自己的同性吗 安雷古老师吗 他误入书院社 真给他从整容妹那里挖到条爆款 我将来是要加入豪门的呀 我得利用好免费培训的机会 竹竹立刻写进报道 批判揭入书院社 嘉丽老师很生气 我成立书院社的目的 是为了培养你们拥有高贵 优雅 自信的气质 而不是为了培养你们如何嫁给有钱人的 最后社园组的只剩三个 但学校规定 最少四人成团 关键时刻 还有我 我加入书院社 嘉丽老师拒绝 我们这里只收女生的 大嘴老师求情 但是她有一颗女人的心 仅剩的三位成员同意 于是 好吧 小健健就这样走上了书院之路 她学化妆 学穿高跟人子托 学做瑜伽 身体的柔韧 可以缩短生产的时间 降低生产值的痛苦 对 这里不是海棠 生不了啊 你的胸好像变大了 竹竹为了挖更多料也加入 书院社起死回生 但小匆匆怎么会放过小健健呢 她清空于是所有柜子 只留了条粉红公主裙 于是 哇 小健健 狗狗碎碎 小匆匆手朱带高 美女 你还差一双 高跟鞋 大家都等着看笑话 但是 小健健疯的 他武则贴死老公没有理智的 观的 祝福 小匆匆煽动整容妹 跟书院社打擂台 想让他们办不下去 为了麻省理工 小健健拼了 赛后小甸甸融入书院社 产生了团魂 小丛丛返向助攻了 于是小丛丛当着大家 附属了小甸甸说过的话 跟这帮怪人在一起 只是权宜之计 浪费的每一分钟 都推迟了你做出伟大的物理发现 这话是你说的吧 你是不是还说过 无加力只能靠有私分裂来繁衍后代 用所谓的书院社 麻痹自己年华老选真相 小姐姐百口莫变 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两人上头打起来了 但是你们这样紧紧抱着对方 是打不死人的 打够了没有 两人不知道以什么姿势坠的楼 小姐姐物种都变了 以及请注意小姐姐受伤的手 小聪聪受伤的脚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义务是只有他们彼此 小聪聪尿急 攀山着想去厕所 小姐姐吹着口哨也要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 在小姐姐的帮助下 小聪聪顺利来到厕所 然后 能帮个忙吗 帮我拉下拉脸 只能靠你了 得请出来 这是可以说的吗 她脸真不是那种关系 小姐姐有感情限的 真容妹带人霸凌书院社 猪猪站出来保护大家 真容妹要打回去 小姐姐一个牛顿管不着的姿势 英雄救美 是等着我把照片给你传到网上呢 还是现在消失啊 等人一走 爱情就这样萌芽了 你又女人了 铁树开花的消息传遍校园 全世界都鼓励小姐姐勇敢追爱 因为猪猪小姐姐开始像个人类 她和书院社的大家成了真正的朋友 还和小聪聪握手言和 然后选择起来了 A 去看书院社很重要 但其实不去大家也能理解的表演 B 去香港见麻省理工的教授争取机切入图 两件事同天发生单选 我这个学霸在选择题上从来不会错 但是就这一次 但是就这一次 她选小聪聪 我之所以推荐徐子聪了 因为她在这个学校里面 是唯一有可能成为我竞争对手的人 当她放弃麻省理工选择爱情 却发现猪猪是无良记者 她一直在给书院社写各种垃圾报道 痛 太痛了 然后小姐姐就单独和暗恋自己的妹子 锁着宿舍门聊了一碗的猪猪 猪猪赶去抓接 为了骑行小姐姐 小聪聪手脚被涌爬窗户 就在一切即将解释不清时 她真的 我哭死 竹竹直到小姐姐躲了起来 她解释自己确实是为了取材接近大家 但她只写了一篇报道 后面都是主编挂她名胡编乱造的 她的眼泪咔咔掉 小姐姐的眼泪也咔咔掉 在小聪所卖的那个冰箱里 大结局是 所有人帮小姐姐之爱 她俩happy ending了 至于麻省理工 也搞账了 和小聪聪一起 不是说好只收一个吗 所以张无极 七云年第二集都播了 你跟李显娇君也啥时候 把法律亲密的坑田了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